在場的朋友可不可以令我輕鬆一點? 多謝各位的來臨 大家喜不喜歡這個地方? 是 已經三年了 我們離開了三年 雖然未有一個很實際的場地 讓我們繼續建立和修行 但我們這三年內是很平坡的 多謝我今天有一個好好的朋友 三年內我們已經進行了一個很長遠的Podcast 亦是跟大家分享新心靈的項目 在場亦有滴滴的粉絲 很感謝你給我一個機會 可以在某一個新的點的時候 繼續分享新心靈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的思維和心態上的東西 多謝你 給點掌聲 好開心 今天有這個修行之地 明滿我們多了一個slogan 我們主要專注於三個方面 第一就是靈性 第二能量和關係 靈性的啟悟靈性的開悟對我來說很重要 你要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 學習靈性的話 可以令到你整個人的思維模式也好 所有也都好 都可以開悟到 令到整個人更加有靈氣和實在 能量就不用說了 整個場都是行能量的 我們要能量穩定 我們要能量實在 他很好認識能量 你很希望大家如果真的要了解自己 你了解整個人的身心靈 個人成長的話 你要認識能量 能量對於大家來說很相信 很重要 因為每一個能量是問題 而第三就是關係 在新的教學裡面 我會加入現身家庭的關係 因為現身家庭對於我們來說很重要 在我們在世裡 一生出來我們的模式 來到這個家庭受現身家庭的影響 令到我們那方面 沒有的情緒 沒有的能力 沒有的關係 因為我爸爸媽媽是一個很好的練習對象 從我們一個非常之差的關係 變成我們攬頭攬計 非常之有愛的關係 所以無論阿妹也是 我和阿妹很努力地去進行現身家庭的修煉 我們進行了十年 任好轉好進行了十年 清楚自己 清楚爸爸媽媽 清楚大家之間的關係 你們就可以修補你們的關係 你就會真正得到那種喜悅和平衡 你要真正的開心在活得這個世界上 才會是一個好的能量 也會對人有機會 所以靈性能量和關係 是我這個中心裡面 將會發展和發生的項目 如果我去教班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班就一定在這裡發生的了 如果你看到有些班都想學 有興趣的 如果是妹妹的班 你就看清楚 到底它是名門的魚義屋 還是名門的摩扮屋 想學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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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 好 好 好 令我們身邊的人都建立了一個好的關係 和一個生命 如何我們去付出貢獻 而我很興奮的是在整個身邊的人 遇到善知識 這件事的善知識是令我們本身的關係 我覺得是我們兩個的關係 大家看到我們現在抱頭抱頭 有時候她不說我 所以現在我想起我很興奮 我們兩姐妹經常會說 你們兩姐妹一起寫心靈寫 是因為這件事救了我們的環境 令我們不足夠的環境 所以希望可以分享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會覺得 家人就是最難以改變 家人可能是最堅固的一個信念 或者是最大的挑戰大佬 但我們剛才也一起講述那句就是十年 我們相信透過收穩 透過耐熱 透過堅持到耐性 所有事情都可以改變 而且令我們的生命是一份圓圓的東西 我今天所說的福氣就是 有很好的人 有家人可以見證 有家人可以見證 有一個很愛我的伯母 她在拍照 可以來的 我沒有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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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是很愛吃我們的人 另外的福氣就是 其實我很感謝今天再拍照 因為剛才給了 嘩 三年 我們停了三年 大家沒有放棄 謝謝 謝謝阿哥 而且我很感謝你們 在這麼多年 給我們照正大家 一小一小 我找另一眼我自己 沒有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大家覺得 教班就是學某一些技術 這樣就完了 但是呢 在我們這裡 看到的就是 大家和我們一起哭 嗯 這麼多年也是 對 而且我最開心 就是聽到大家回來和我們說 和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自己的關係 和我家人的關係 會有關係 這件事很開心 不行 你看她那邊 我們一起哭 不可以看她 好 好 我想我們兩個都是其中一個 再開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很希望 珍惜我們過去幾年 建立幾年 然後我們再和大家再度遲 嗯 除了三年之外呢 有很多的學生 或者很多的客人 其實跟了我們都不止三年 因為我們只不過是三年離開了 有一些學生已經跟了我差不多七年 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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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八年到現在都還是支持 但是可能在我和妹妹的角度裡 這一個不只是支持那麼簡單 可能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同一條路去修行的陪伴者 只不過可能有一些的能量 有一些的知識 是我們讓你們先去研究 先去知道這件事 而剛好我們的相遇 是可以帶到給大家 如果你說是師生關係 師徒關係 我想大家都很相信 我和大家不只是師徒和師生的關係 可能我對著有一些治療國的爸爸媽媽 我會叫他做爸爸媽媽 因為我覺得這種的 有人給我一個機會 去完成我想治療的一個體系 一個原生家庭的整個路程 一個歷程 已經超越了師生這兩節 所以很希望 嘩到我了 是 是 很希望鳴門在這裏的都 其實我們每次上課都 差不多這個情況 只不過 對著那麼多人 在現在的 可能我們的相遇 可能我們的 這個關係 就是這個關係 對著大家 我希望可以帶到的 不只是一份教師與壽 那麼簡單 而是可能 在我們身上 你都會感受到一種家庭式的我 我想大家會感受 我們不是一個單對單的 教完一方便完 我是很希望可以在 這個在世的人生的歷程上 大家一起成長和做法 希望可以鳴門繼續為大家服務 以及可以給大家 你們需要的能力 我們繼續學習 亦都可以和大家繼續學習 這一個是我想分享 今天想分享 最想說的 多謝各位 有沒有人有東西想分享 跟著Sonna 已經很長時間了 其實我們都已經有那個關係 一直都好像手拖手 從來都好像沒有幫忙 很平日誤會 Sonna覺得 她在教學當中 大家一件事是最好的 就是她教完一個學生 我跟其他學生做朋友 然後大家好像好像 大家互相光掌 好像接著一個體系 是一種很大的愛 我覺得是 同班日課當中 已經八年了 我們都保持著聯絡 大家都會在心心中 互相分享 在整個過程當中 你不會覺得孤獨 在整個過程當中 你不會覺得困惑 因為很多事情都會讓你明白到 就是說 在這個發展的歷程當中 真的要慢慢擺時間 雖然當中 可能會有一些 不開心的事情 會令你噴擾 但如果你狠狠地去 了解清楚的時候 其實最不開心的事情 都會變成你最開心 也是會令到你感恩的事情 所以我都很幸運 今次我又有機會 再說一次 因為上次開放的時候 我又有機會出來說 今次我又有機會 在我心命裡面 自然這一句 幸福的一條 幸福真的一條 你們肯去走這條幸福之路 我們可以幫到 謝謝各位